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悦 正义党候选人沈向丁 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 于21日晚8时 参加由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电视辩论会 这是4名候选人的第三次电视辩论会 也是竞选活动正式启动后的首次法定电视辩论会 讨论内容为经济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还将于本月25日和3月2日 各主办一次法定电视辩论会 主题分别为政治和社会 李在明周末前往经济道拉票 强调若能当选将废除目前的过度防疫措施 针对已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者延长营业时间 尹熙悦则专注于准备电视辩论会 并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需准备好应对北韩 在美国集中于乌克兰危机期间进行挑衅 沈相厅在首尔江南地铁站进行竞选活动 呼吁女性的支持 安哲秀则在宣布撤回与尹熙悦单一化提议后 前往宏大拉票